所以這個你說你說國民黨敢跟他作弊 跟他這樣到最後萬一他民調高 然後就不甩他 我看真的也未必 所以這個好戲還在後頭 好戲還在後頭 不過黃陽明 許小新接連爆出 他們一定有內線消息說 國民黨確定5月17號 徵召侯友宜參選總統 我看國民黨不愈快 愈好不行 你如果還有侯友宜繼續 如果還有郭台銘繼續說下去 那事都算在國民黨打得上 我覺得因為侯友宜現在也有變強 所以郭台銘也有強 但是有抵銷 所以他們現在民調還是在膠著 那如果膠著的情況之下 最後我覺得黨還是會選擇侯友宜 畢竟有黨籍的是他不是郭台銘 所以當然是除非是郭台銘 可以在一段時間之內 他的民調贏侯友宜 贏到大家有感的地步 我所謂的有感就是說 具體數字我不知道 但是他因為他會參考 非常多份民調 一定會有感覺出來 如果無感 我還是會以侯友為主 那幾%才叫有感 你們郭平常幾%才有感 這就是平感覺的 都很難量化 很難量化 這樣直化 你們這個侯友一陣營的都平感覺 蘇人家也要平感覺 我原資本就說 這個東西是個客觀的標準 可以用平感覺嗎 平感覺是主觀 因為我們現在就不是完全 很量化要直化 直化就是一種溫度 就是一種感覺 那我直化是感覺的 你們國民黨的民調都擺盤 不是 我要拍拍我的頭 因為我讀過很多統計學 你這樣一講 奇怪 我以前讀了社會統計 教育統計 跟你說過這句沒什麼意思 不過他動用那個捧他的聯合報 做民調 也不敢超越很多 也不過就是差這兩% 所以他還是不敢 但我同意剛剛那個 魏玄委員講的 我覺得郭台銘這波民調 其實對他不見得是傷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素人 大家對於素人容忍度都很高 不會因為他講錯話 就覺得說他很爛 譬如說他講說 他有時候講大話 他90天內讓詐騙消失 我覺得這已經是大話 這不可能是 但是大家不會說 現在91天你怎麼沒有做到 然後就討厭他也不會 會覺得說他有注意到詐騙這個問題 那現在確實詐騙很嚴重 大家會關心 然後像核電部分 當然有很多是什麼半屏山 那些是有失言 但是永和的人會支持他 終於有人注意到我們永和的意見 然後譬如說他反對議會監督這個事情 也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很多議員都是在謾罵 行政效率提高很重要 所以我是覺得他有打歪 可是他確實是有講到一些人的心聲 那大家對素人容忍度又高 你看柯文哲是這樣 每天亂講話 但是他還是選上市長 所以他的民調聲望 確實是我覺得不會下來 可能是會往上 可是侯友宜 我覺得侯友宜也在往上當中 因為像最近他講話也是越來越放得開 之前我覺得他比較畫地自線 就是有點點到為止 但是現在你問他什麼 他也沒有避諱 就是該講什麼就講什麼 這個也會讓藍營的人 對他支持會提高 這個蠻有意思的 剛剛我是聽原子講 那個什麼直話 這一些 其實說我跟現在一樣聽不懂 不過聽不懂 也聽聽就好 來我們來看看 再來 他把責任推過去了 他說個案問題會迅速解決 治安不受個案影響 他個案已經變成全國倒數第一名了 他這下子說個案問題迅速解決 不受個案影響 你看推給中央 那我特別把警察法第八條給大家看 警察法第八條怎麼規定 直轄市政府設市警察局 縣市政府設縣市警察局 長理各該管區之警察行政及業務 請問地方政府有沒有責任 聽侯友宜這麼一講 他還當過警政署長 他就把這些事情就往中央一丟 侯友宜就說這是個案沒問題了 那當時高雄台南發生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講個案呢 他為什麼不講呢 因為打到民進黨 他很高興都不講話了 是這樣子嗎 所以小放 所以怎麼來看侯友宜 把這些事情就往中央推 包括什麼疫情也往中央推 這樣子就可以當總統候選人嗎 再不然他能夠扛得下來嗎 因為他現在他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要好好做事 他就好好GPT 可是呢 現在發現說最主要 現在在前一陣子 他去新加坡的那個期間 發生最多問題的 全國現在問題最大的 其實是在新北市 包括新北市的市政 包括新北市的治安 包括新北市的斷橋 包括新北市的設政 甚至於他治理之下的 新北市的各個局處 都發生弊案的問題 這些問題 他有 他有辦法來回應大家嗎 他不願意回應大家 他現在只有在這個議會裡面 包括原知議員 還有其他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做球給他 送螺絲起子給他 要他去中央 什麼拴緊中央的螺絲 其實這些螺絲起子 你可不可以先留在新北市 你先拴好你新北市的這個整個的螺絲 警察法第八條就規定 你自己先把你的警察 行政局業務說 拴緊要緊 最近 你知道在新北市 總共被開了七十槍 你如果作為新北市的市長 你如果作為刑警出身 你如果認為自己是一個漢子 你如果認為自己是一個刑警的 一個好市長的話 這七十槍 我不算去年 去年總共開了三十八次槍 今年到現在開了七十槍 新北市的市長 你該不該出來說話 新北市的議員 你該不該質詢 不是說送把螺絲起子 你要去中央拴緊螺絲 現在新北市的螺絲 已經掉滿地了 而且螺絲你們都還找不到 新北市的市長 才應該出來說話 侯友宜自己都講啊 自然不好市長要下台啊 請問他下台了沒有 也沒有啊 反而要選總統 這倒是很奇怪 不過小芳我要再 有個問題要再請教你 這個蠻有意思的 韓國的人均 國內生產種植被台灣超越 如果沒有半導體復甦 難以實現反轉 所以據台灣統計處公布 去年台灣人的人均 國內生產種植GDP 時隔十八年 已經超過了韓國 我要再讓大家看一個 那清頭說不是只有半導體 健康產業各樣生技產業 會成為台灣下一個復國神山 就國民黨說 2024大選是誠信 vs詐騙的對抗 然後我要看到底 是國民黨詐騙還是民進黨詐騙 大家看一下 我先讓大家看這一個 先讓大家看這一個 馬英九 這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嘛 對不對 也當完了八年的總統 他當時在選總統說 我有633政見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要達到6% 沒有做到 而且很多次馬拉斯的 失業率降到3%以下 沒有做到 失業率非常高 2016年他的平均國民所得要達到3萬美金 那更是胡說八道 那請問他有沒有道歉 還承諾若做不到四年薪水會捐一半 但是2011年拒絕捐一半薪水出來 這就是國民黨 馬政府確定棄手633政見 好再看蔡政府執政五年後完成633政策目標 幫馬英九實現了58% 因為經濟成長率6% 民進黨去年做到了 2016年平均國民所得達到3萬多塊美金 已經贏過了韓國 民進黨做到了 我們看看相關報導 臺灣半導體產業除了有護國神山 台積電支撐也具備完整生態系 不僅深受國際青睞 也成功帶動2022年人均GDP 根據經濟部最新統計 達到3萬2811美元 再度超越南韓 當你看到台積電在往前走的時候 往前走的絕對不是只有台積電一個人 IC設計業者 封裝測試的業者 還有做其他的比如說零組件 供應鏈 大家都會在一起成長 時隔18年 臺灣經濟突飛猛進 甚至在國際能見度攀高 這讓一直是競爭對手的南韓上井發條 像是東亞日報就示警 南韓位居世界第一的儲存型半導體 陷入產業寒冬 如果半導體產業沒有復蘇 恐怕很難再次趕上臺灣 對此財經專家分析 矛頭出在過度重壓 南韓的半導體是重壓在儲存型的半導體上面 經濟但不好的時候大家都不拉貨 所以你跌倒的力道也很重 晶圓代工再加IC設計的所構築的系統半導體的生態圈 就變成臺灣在衰退的時候 我們不會像南韓因為重壓重挫的那麼重 反觀臺灣走系統半導體 IC晶片設計 種類多元受到景氣波動的影響比較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臺灣GDP才剛顯現亮眼成績 馬上就引發南韓的媒體關注與檢討 未來定會極起直追 面對如此勁敵 臺灣絲毫不能輕忽 小方怎麼來看 你看到底是誰詐騙集團 因為蠻有沒做到的 小英在這幾年來 這八年來 七年多來 已經幫她做到了 其實過去講到三萬美金 我們今年是時隔十八年 我們過去在打棒球的時候 在任何的運動場下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贏韓國 但現在我們的GDP不但是贏韓國 我們還贏日本 綜藝